正卧底的环节 你们一天下来之后 大家找到了被控制的卧底那个人吗 有那么点眉目了 其实本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线索送给大家 但是因为卧底其实完成了他的隐藏任务 卧底完成了他的隐藏任务 对 来最后每个人说一个词条 最后大家投票吧 我来形容吧 我的这个人 不知道他今天努力了吗 那周深请形容形容自己手中的词条 这么累吗 怎么形容他呢 我的这个人他无处不在 在节目里无处不在 真的 真正不是我 不要浪费机会 七个字 我觉得我的答案应该跟你说的 不要 我第一下 我说帮大家捋一下 我说至少我们的格式都是谁谁谁是谁谁对吧 对 然后你当时说什么格式什么 什么 要看看一样的 哎呀哎呀 我没想明白 我真没想明白 你没想就说你如果说了什么格式 你没想说你说了什么格式 我只是觉得他们都在怀疑你的 不不不不不 但是我觉得他的答案跟 rotated 比较安了 你跟他一样吗 当然 拜月教主是 想让我告诉你吗 我的这个人像无次不在这 在节目里无次不在这 我的这个人 不知道他今天努力了吗 七个字 是的 这三天我这是受尽了他的折磨 我的这位 我和他之间有一个谣言 仿佛在世人的心中都坐实了 所以帮大家捋一捋 怎么感觉每个人说的都是 不 有人还是有问题的 贾莲姐说你今天努力了吗 这么一说 感觉她的就跟我一样了 得排除嫌疑 她今天折磨了三天 还有谁折磨她三天 能折磨你三天的人 应该也是跟咱们是同一个人 就这三天 所以嫌疑落在了敏涛姐和周深身上 周深说这个人无处不在 无处不在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 但是有的时候 长得像她的东西也在 不 我觉得周深有问题 林姐 为什么我的有问题 你太宽泛了 你太宽泛了 但确实敏涛姐这个太不好看了 很多人都有可能看她 所以我们商考商考 因为周深和林涛姐 确实嫌疑最最大 你俩要不要再给彼此 我比赛一下 我觉得不做解释吧 你们信任谁就是谁 我想跟澄澄比赛一下 你为什么要跟我比赛 你一定要拉踩我 我是一个好人坐实 你一定要拉踩我 我心中最大的嫌疑 而且说实话 你其实不是卧底的时候 比较安静 对 然后你会去观察 反而你是卧底的时候 一直在拉踩别人 我也在观察 不管了 我决定把这票投给 我决定把这票投给 三 二 一 投票 坏人坐实了你 她就周深被推出去了 我们就是终极验证了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洗尘门 被控制的那个人 你走到洗尘门的时候 会把她给淋湿 那走吧 我们到洗尘门验证吧 让我们三个一起走 不用 三个一起走 你看有人想隐藏 有人要隐藏 我后面去 小悠哥哥 白管安不客气 你跟我俩走 别让她两个一起走 还是怎么呢 我俩一起走 我俩一起走 我真不是 就是你还跟着演 我真不是 我俩也不错 我们先去 怕被赢了 看 一点事没有 一身正气的 完全没事 我走回去 走 跑回去走 完全没问题 拜悦教主想控制我们 我九戒先 来 我走 强势你要最后一个 为什么 这样 周深 我们推选出 目前票数最高的周深 唐玉小宝 走 行不更名 做不感性 唐玉小宝是一 我应该不是 我真的不是 我是问题 程彩我跟你说绝对是你 程彩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我这是写 小宝 你回来了 对不起 小宝 天哪 你刚才都是被我爹 被我爹就陷害了 听我说 回来 我没投你的票 我投了 你投我的票 你投我的票 我投了 天哪 我看看米桃姐 我投这票投最美 来 米桃姐 好 这个名字 好 折千美人 你得像个壮事 对不起 真对不起他们 没有啊 也不是米桃姐 真的对不起 我欺贴了他们的感谢 我行 快出来 对不起大家 我自己照头的 敏涛姐今天其实很强 她完成了四个人 说一下 没有 你根本说一说 敏涛姐有怎么样顺利的完成 第一个拜教主的洗脑能力很强 所以她会需要让别人模仿她 你来原版古光版的好不好 古光版的 模仿秀戏 现在开始 红色高跟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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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势而为 我给你说今天的所有的这些 都是顺势而为 不是我故意的去做 所以拜教主第二个就是会经常的怼人 所以要求敏涛姐在这里边 其实会有怼人三次 有吗 有吗 怼谁啊 怼了杨迪 可以了 杨迪怎么回事 我怕框架都不一样 框架一样什么也一样不一样 敏涛姐要说怼人的话 今天演戏的时候 你把我都对哭了 那就是怼 一定有三十次了 接下来就是拜悦教主 其实她在游戏里和电剧 结合的是水魔兽 所以她一直跟水有关 所以这个动作非常难 需要她泼别人身上水 没有完成 倒红茶的时候 搓上 我跟她换成了 别 我吃了喝不了 完了 撒了我撒在手上了 回去 是 师姐 我的天 然后我还说这杯子是不好倒 我还 这个都是设计后的呀 妹妹 你还这么好倒呢 我哪配做一个木为人呢 最后一个任务是 要求别人给她按摩 这颈椎太难受了 怎么玩啊 你们直接给我敲两下 来 对 太疼了 快 直接敲两下 是第二次就这个位置 我利用了你们的戏 对不起 这只是一个游戏 没事 正在地步 是 你看你多好 周深才应该哭 因为那么多人不信任她 我还好 最后还给她投了两个 但是我知道 我其实心里没有压力 其实这样有这个角色 对 很单 那真的 敏涛姐没事 会知道 一直在窥窦 一直在窥窦 你知道没有敏涛姐 为什么那么难受吗 因为她说她去参加很多节目 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很可爱 也很卖面 很真诚 就是 我觉得这个人世间最珍贵的 就是这种真情实感 真诚 然后那种他们的敬意精神 我觉得 我觉得 我非常心疼你们 你知道吗 看到你们的那个 那么敬意 那么认真的去 去为了这个舞台去呈现 我就觉得演员 你们真的很棒 参加这个节目 我就觉得我很开心 非常开心 应该的 然后我们随不行了 就大家都在互相鼓励 特别好 就每次都是 对 你不行了我摸摸你 你不行了我报告你 就是这种 简直是 很难有 我以为心里要哭 今天所有的弟弟 轮流在那儿给他按摩 他不能给您按 我明白 我明白你为什么哭了 但没关系 你知道 平时他们也是这么哭 阿姨 弟弟就是用来使你管他 好了 最后谢谢大家 今天的旅程就到这了 所以说辛苦大家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